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 这两天大家可能会发现 有一些核酸检测点 排队检测的人是明显增多的 也的确如此 进入到春运的节奏当中来了 那么同时 最近接种加强症的朋友也很多 咱们就来看看 中间是不是得保证一个时间差 今天记者在南京市第一医院 核酸采样点看到 随着春节临近 核酸检测量也有所上升 回家 回家 然后为了保证自身大学 也保证别人来做一下核酸 每天的量大概是两三千的样子 平常的话也在一千九 人流量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安排三个窗口 也就是中午也不休息 晚上也不休息 24小时为我们市民进行采样 基本上是保证在12小时左右 就可以述报告 据了解 目前南京市24小时核酸检测机构有18甲 包括南京鼓楼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义夫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精心院区等 同时近期 江苏华安 广东深圳 浙江湖州等多地疾控部门 也发布提醒 为了减少因接种区域 疫苗株核酸片段造成的人员检测 核酸假阳性结果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秩序的干扰 市民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48小时之后 方可采样做核酸检测 这是因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由野病毒经过培养 灭活等工艺制备而成 病毒已经失去感染性和致病性 但仍保留了相对完整的 病毒核酸片段 接种过程中 开启疫苗瓶 抽取疫苗液 注射器排气 接种后注射器 或疫苗瓶内的液体残留等 可能会以液体 或以气溶胶方式 污染接种场所的接种台 墙壁 门把手 走廊 接种人员 和受众者衣物等物体表面 当前使用的聚合霉链 反应检测 灵敏度极高 如在核酸片段被降解前进行采样 很可能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中文字幕提供 展示资品 接种人员